你都要精进 所以如果能够如此 他就是包括外在的一切 包括魔障 就不能够责服你 你永远在努力 第二得佛所赦 诸佛欢喜 所以越精进的诸佛菩萨 越加持我们 赦受我们 第三为非人所护 所以诸天护法 护持你 第四这一点更重要 文法不忘 所以各位都可以试试看 仁波切讲一节课 有人有抄笔记 有人没抄笔记 但是明天再叫你 大概讲一下 你可能忘了 有些人还记得 因为他拿来观修 时时刻刻在观修 那在这一点 当然记忆有两种 记好的跟记不好的 有一种业障 是专门记不好的 不好的忘不掉 好的一定忘掉 很可怜的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在佛法上面精进 让我们成为一个像安安一样 文法不忘 所以缅甸佛教之所以 每一个比丘都很会讲经说法 不用看稿的 包括跟格鲁派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背经典的 这边背五大论 那边背八大人绝经 就像我刚开始出家 那时候 道元长老交代下面的 因为我也在那边 结果全部人都在背 一直背 所以 那后来这些 有些出家了 出家有多好处 他突然就想到哪一句 就讲出来 这样 因为他们把这些 祭颂经典重要的 都背下来了 那这样 对我们自己思维很好 就像牛吃草 可以再把它 夺出来慢慢慢慢 阻绝消化 所以各位能够背的更多 最好 不然的话 至少你把 这些祭颂经典 或是哪一句 善知识的法语 很好 你随时拿出来看 称怒 寂入地狱 小心 所以不散乱 是成佛唯一的方法 所以 那你要把这些祭颂 记得很清楚 文法不忘 或精进 第五 未闻能闻 没听过的 你都有机会 听闻到 那现在有很多佛书 这一句话 该你懂得奇怪 自然你就会翻到那一页 看到那一本书 我别人送给你 这叫因缘不可思议 第六 增长变财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发愿 作为一个菩提心 想要利益众生 弘扬佛法 讲经说法 调伏众生 这是必要的 特别佛陀的 这些口业 可以讲下 三藏十二不经典 我们 才有机会 听闻佛法 所以 做一个菩萨 一定要守口业 而且要发愿 那自己 才有一个很好的 辩才 就像我们 这次 有很有福报 因为仁波切 特别安排出家人 一般都是在家翻译 因为我们大部分 是出家人 因为 我们拉玛多 自己很忙的 但是他翻译出来 都不会顿哪一句话 都好像 一句很好的句子 让我们听得 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们非常随喜功德 各位将来 你也应该学习 这个副讲 或翻译 就像以前 我是做 郑华长老的翻译 他讲 中文 我翻成闭南语 有时候还翻成中文 因为有些听不懂你 河南话 我师父的枪更重 虽然他讲的是普通话 但是有些人就是听不懂 那你还要再翻译次 但对我帮助非常大 因为你不能加一个字 也不能少一个字 这是习惯 那我有一位师兄弟 也很会翻译 我们听 师父也不是这样讲 他就这样讲 因为他就很随便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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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那不给他翻译 他还很生气 对吧 那又没办法 所以 那这个你叫 灭习的 要 要很 记忆力要好 又不能讲错话 又要讲重点 因为我师父 虽然他 不会讲闽南话 但是他会听 这才最困难的 会听 不能随便讲 讲错 所以各位下回你真的要练习 就像各位现在在 听经 听一遍 你可以用录音机 自己又 闽南语 翻一遍 这有什么好处 他已经进入你的思维 不然你怎么翻出来 对你有帮助 就像我们在读诵经典一样 讲解经典一样 第七 菩萨经典得三昧性 三昧也是空性的意思 所以就保持跟佛的心态一样 可以得到这种三昧性 第八 少病 少脑 所以对我来讲 很多人都问我说 老老师你不累啊 天天这样跑不累啊 我说我也不想要 但停下来就生病 我刚刚在上面又写了 我自己身上三张牌位 中风的 车祸死的 还有一个烧死的 但是一停下来 我就 你坐在台上 没什么事 所以只能一直保持 这种状态 我希望各位养成这个 因为我大概从小被逼 来自出家以后 也变成这样 因为很多事情 所以脑筋里面 不想事件的事情 就想 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好 或是如何把这个佛好 回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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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就像我要讲这一张 内容本身也很简单 但是大家都会 我们怎么互相提醒 所以 你要去思维 这里面的意思 所以人可以老 脑筋不要 失字正 不要老 要保持在 一个好的状态 第十 如优伯罗话 不同于除 这怎么解释 因为这个优伯罗一开 就非常的 庄严 一精进一开就很漂亮 那除呢 除应该是不动的 救救了 我是这样解释 所以精进的人 就显现了庄严 不精进呢 那就 就是救救了 在那边 翻过来 禅修 第五 菩萨摩侯萨与禅 相应 有十种利益 这里面 他翻译不是讲禅定 不罗民 他讲与禅相应 禅就是实相 禅就是无我的智慧 就像今天 末切讲了那么多 那么多 不是用各种的名词 那你要以空性 圣意地 以实相相应 这个叫禅 这里面写的不见得是 打坐 打坐后面叫燕坐 所以 也就是说 我们大乘佛教的禅是什么 不离大悲心 不离菩提心 不离空性的去 行 一些利他的事 也叫以禅相应 那当然汉传佛教的禅 第一种叫你修的什么 唱战 炉香炸热烦 你要很融入 所以大乘佛教用 很多的仪式 包括大家在礼拜 一起忏悔 参加法会 参加法会 包括走路 要怎么走 我们刚出家都被教得很厉害 可以安住仪式 所以修禅的人 敲墓于 走路 参加法会 顶礼 跪拜 这些仪式都会很庄严 乃至在密称里面 他们一起打手印 一起打法器 唱诵 都要争气 很庄严 代表他心 很定 这一点大家都认识 法套安利 我觉得我看了很多 我不是特别 因为虽然他年纪轻 但是我觉得他禅修 修得很好 所以他们在唱诵 做什么都很专注 而且记忆力会非常好 唱起来会好听 相好庄严 这个就是以禅相应 他比较容易安住仪式 第二 行辞境界 那既然大乘佛教 不能生气 要修辞人 所以你就会 安住在这种 行辞 去实践 慈悲的境界 小小的 很欢喜 像弥勒菩萨一样 第三 无诸脑热 所以内心 这个脑热就是内心乱 着急恐怖 那以禅相应 当然内心里面 寂静平静 第四 守护诸根 心里调伏好 眼神 也好 讲话 走路 都很庄严 第五 得无时喜乐 不用吃饭 也很平静 很快乐 一般人是不吃饭 会烦恼 会痛苦 但是禅修的人 他可以到七天 十八天 三十天 不用吃东西了 路定了 甚至食量很小 当然 两种 一种就是说 自己安住在一个 空性 很平静 或清安 另外一种是 像我刚刚讲 一天要吃六顿 是他 要你在你的思想里面 一直一直逼你开发 叫你 把很多事情要 想清楚 看清楚 要求你 那个时候 用的力气更多一点 所以那时候 我们规定不能念佛 因为一酸一痛 然后离开主题 我们就轻松了 就轻松了 那时候规定不行 不是说这位法师 不念佛 而是说 现在在修这个 最后 念佛会想可以 所以脑筋就逼得很紧 第六 远离爱遇 打坐的人 那种法喜 超过世间男女 爱遇的百千万亿倍 各位试着这个道理 有些人还很喜欢吃 很喜欢穿 很喜欢男男女女 金钱 是因为他没有在内心里面 享受这种法喜 那内心有这种法喜 世间的这些爱遇 根本没办法动摇他 因为对他来讲 爱遇是苦 所以禅修的人 他是得到另外一种快乐 法喜 视为空性 视为慈悲 就像你吃树的人 你给他丢个蒜头 他当然很痛苦 他不喜欢 但是吃荤的人 没蒜头的时候 他吃不下去 心态改变 世界就改变了 第七 修禅 不空 这什么意思 不空 就是说 禅的利益 你都可以得到 禅修的利益 太多了 可以得到 第八 解脱磨坚 就是没有这些 就像摄利佛入定 磨 用铁锄敲他的头 就把磨这样一反弹 自己都裂掉了 摄利佛只是头痒痒 因为禅定如 金山痒 如如不动 所以磨不能干扰 第九 安住佛境 特别是我们修大乘佛教 禅 就是入念佛三昧 各位要经常练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是光念 从一开始念念到自己 尽了 开始在行 阿弥陀佛的佛行 四十八大愿 去度九品众生 四十八大愿 去度九品众生 你要变成 开始在立他了 所以 安住在这种空性 大悲善巧 怎么样利益众生 要安住佛的境界 那是各位观想极乐世界 怎么样的庄严 怎么样度众生 按照阿弥陀经 怎么样参访诸佛 你要进入这种状态 因为这个状态 不是为我们自己 大乘佛教 这个状态是要转移 转移给众生 透过我们的悲心 回向给众生 第十 解脱 成熟 解脱是讲 没贪嗔吃 成熟 那是降服妄念 所以 与禅相应 得到这四种功德 第六 菩萨摩赫萨行 不日不如命 有十种利益 那这一点就 更接近 摩切早上讲了 这些问题 所以 菩萨摩萨蜜 它是从外相里面 去看到它的本体 不管任何行为 所以叫行生菩萨摩萨蜜 甚深为妙 看到真实相的智慧 所以是诸法空相 那你就要安住在 虽然外边显现一大堆一大堆 但是你都知道 它的本体是虚幻 平等 无有分别 要练习习惯 那这个时候 不容易生气 不容易起心动念 不容易退转 不容易伤心 为什么因为 你知道那些东西 那个东西是脆弱 因为你被境界影响 会脆弱 高兴 痛苦 那菩萨摩萨蜜 是了解万法的本体 是无有分别的 那你要看到这个圣身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你就产生什么 一 一切稀释 不取思想 没有一样是真的 没一样是我的 所以一切都可以放下 包括身体 所以佛陀是用他的生命一切来正空性 来圆满慈悲 而且还没有执着我在布施 因为本来就不是我的 这个钱是大家的 身体是地水火风的 因为你已经看清楚了 所以各位最好经常做一个禅修 我那天讲 血一入到大海大水 肉体变成树脂土地 众生吃了肉 所以你的呼吸变成空气 所以乃至呢 太阳月亮 变成眼睛一样 都能融入了 这完全 这里面 而且我们本来就来自于这个 离开地水火风 我们不能存在 那要经常修这个 看到一切法 存在的表象跟本体 我们叫体相用 本体是空性 像是男人女人和花 那怎么去用它 那用的时候 没有分别 因为 花也好 人也好 都是无分别的 虚幻的 所以对你来讲 你就 不如智慧 最主要是对自我之 所以你就没有什么是你的了 所以一切 稀舍不取思想 持戒 不缺 而不依戒 那你自然就不可能去 伤害众生 但是呢 又没有一个 我在持戒的想法 助于忍利 而不助众生想 根本没有一个 我在被爱 被欺负 所以就会助于忍利 但是又不觉得有众生 对我好 对我不好 也没那个想法 第四 行于精进而离身心 就像一个轮子 这个油加很多 他已经 就像我就买了个转经轮 一转一次 可以转几千遍 我那个轮子做得很好 很 很听感 但是呢 却没有觉得自己在精进 所以离身心的造作 像我们现在觉得 好累啊 对不对 坐那么久 讲那么多 想那么多 还有一个我在这里面 但是如果你有了 无我的思想 你比这个飞机 如果飞起来 那个可轻松啊 对不对 我最喜欢看老鹰 我就 随着空气里边飘 一点压力都没有 一点也不费力 所以 因为他已经入了 入了空 所以 那已经得到很自在 第五 修禅而无所住 禅而出禅而禅 欲戒禅 色戒禅 但是 菩萨还是保持在禅修 但是不是为了 享受这个禅的 禅定的欢喜 第六 魔王破旋不能扰乱 魔王破旋 叫扰乱一个有我的人 有执着的人 那你已经完全没有我了 只剩下慈悲 他扰乱你什么 第七 以他原论 其心不动 因为你已经有 这个叫见地了解 万法的真实 像波罗波罗蜜 那 别人就不能干扰你 第八 能达生死海底 究竟解脱的意思 乃至 无量生从哪里来 甚至看到自己的轮回 第九 于诸众生 其真上悲 你越如我 你越同情众生 就像 今天你本来肚子痛 现在不痛了 满医院都在急诊 他们好可怜的 痛起来还真痛 因为你现在不痛 以大秤的心态 去修空性 跟以解脱道的心态 去修空性 那是完全两回事 解脱道去修的空性 是要离开众生 少事少业 入涅槃 来轮回 真的是很无奈 大秤的空性 是以大悲做禅定 然后再进入波罗波罗蜜的 所以 那个时候 他就是要 欢喜度众生 没有我就像 简单说 没地心引力 对不对 随便你飞了 别人有地心引力 你没地心引力 你就可以像 蜘蛛人这样 跑来跑去 像超人这样 飞来飞去 所以 第十 不要声闻 辟知佛道 所以你不会 因为大秤的 波罗波罗蜜 是不离众生的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就是山 我就是水 我就是蚂蚁 我就是地狱 法界都在我心里面 大秤的 波罗波罗蜜 是你的心 融入在所有众生的心 你是一只蚂蚁 但是我的心 已经进入你的生命 因为 你的心里面有我 我的心 因为我跟你是合为一体的 叫波罗波罗蜜 无有分别 所以自然 大慈大悲 不可能为自己而活 不可能正入解脱 所以我们要圆满 真正的菩提心 当然要具足 波罗波罗蜜 但是要具足 波罗波罗蜜 不能够离开前面的 不实实际的忍辱 精进禅定 而且以大秤的动机去修 这样你才能够圆满 为了帮助众生的 立他的悲愿才可以圆满 但是记住 千万不能为了 这个所谓的空性 实相 圣意地 而花太多时间 在上面 一直琢磨 那你又会变成 二秤实相去了 琢磨老半天 我还没正得空性 所以我不要去度众生 了解吗 这不行 所以汉传佛教 特别重在 一切都在利他的当中完成 包括我现在在谈这个 我一定要用牌位放在我面前 一定要三合大地合为一体 这样 父母为首有情作要 不离悲心的去谈 免得又落入二秤 因为我们这个波罗智慧 以众生合为一体 产生廉洁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你的所有痛苦 变成是我的责任 我才不离悲心里面 去完成这个 才不会落入 学术研究 喜欢讨论这个东西 但是表现出来 却非常的情绪化 那因为大秤的波罗智慧 是当然各位可以多看经典 一个有波罗智慧的行者 他应该表现什么威仪 第七 菩萨多闻 所以 有了六波罗蜜以后 各位后面还是我们要去做的 你既然是菩萨 你当然要多闻 你不然你怎么知道 怎么帮助众生 大秤的经典 都是在讲的 帮助各种众生的方法 所以各位要多看经典 一 知烦恼之助 原来烦恼即菩提 你没烦恼 我还没有办法 震得空性 你悲心 所以不厌弃烦恼 多闻以后 知道烦恼 可以帮助你修行 第二 清静住 那没烦恼的清静 那也可以 所以 对 有波罗智慧的人 进入多闻以后 烦恼也好 清静也好 对他都是一个助言 叫顺言逆言 但是都是成就他的 第三 眼离 疑惑 所以各位要看经典 不然 听他说 听他说 就像最近有人跟我说 师父有人跟我说 白天不能做 甘露死死 要晚上做 我说那白天鬼跑哪里去了 白天就不饿了 所以 我说 任何时间都要做 我们出家人一天 做三次 做十次都在做 这是一个悲心 因为众生永远都在 但是 因为他没看经典 更有人在问 这个死死在家不能做 因为你没有看经典 所以我讲的是最简单的问题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闻 远离疑惑 特别我们出家人 干嘛让我们出家呢 就整天 发菩提心以后 除了多修福报 日常生活 要深入境了 福会双修 最后你才可以做菩萨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千不要忙于事物 也不要说 那我不要做事 我整天看书 那你完全没福报 没有悲心 看了书 也没有利益 为什么 硬邦邦 不好吃的饭 要是吗 炒给人家菜 没加油 没加醋 硬邦邦 所以谈佛法 这里面要有丰富的内容 第四 做正直见 正见 还要直见 不虚伪 这叫如实之见 虽然我们讲话 善巧方便 但是不离开 真正的空性悲心 还是要永远抓住 第五 远离非道 非道叫外道 现在这个世间 太多外道思想 复佛外道 讲的是 他说他在讲佛法 但是讲来讲去 都是有违法 讲佛法 各位要注意 因果百分百存在 但是因果的本体 都是空性的虚幻的 但是这一点要强调 不然的话 讲因果的时候 善恶业 然后又没有讲到 究竟解脱的方法 那这很多 因为我们没有多问 所以各位对于三秤的教法 包括都要去 现在都写得很好 反正白话也很好 我还发觉有一种情况 就是只喜欢听法师讲 上师讲 自己不研究 那不行 因为就像伦伯切 他一辈子的修行禅修 他就讲明相 后面你要自己去查的 因为这些明相 如果你没有这些基础 那有时候你听个老半天 也是不啥啥 反正就背了一些 这些因为他只是给我们精华 他没办法给我们细说 那当然佛学院 如果你去读 他很多时间都在读明相 但是现在很方便 现在真的很方便 这个电脑的帮助 这些明相 你随时都可以看得见 第六 安住正路 菩提道 你不会走错路 第七 开甘露门 那你讲清说法 甘露就是 让别人离开热脑 苦恼 这人得癌症 这人心情不好 你可以给他讲甘露佛法 第八 进佛菩提 那你就不会远佛菩提 你知道 看经典 了解 为什么要成佛 怎么成佛 第九 与一切众生而做光明 那你有了波罗没有基础 又能够深入精湛 那你是众生的光明灯 众生都在黑暗苦海 第十 不畏恶道 因为你不可能堕落 你了解就不可能去造恶业 第八 菩萨摩佛萨行与法师 有十种利益 法师 应经典 讲佛法 办正法的法会 现在各位还有媒体 很方便 网络 用佛法去补师 所以经常这样去做 而且现在 要麻烦各位告诉第二代 第三代 父母不要你赚很多钱 你学什么语文都好 翻译 来这把佛法 来这把佛法 来这把佛法